為了美化河岸景觀 第三河川局日前在梅西向散堤坊段 進行美化及整治工程 除了利用整治溪流的石頭來布置河岸之外 也在此了一片日月潭特有種水色流來美化景觀 另外在日季時代 在日月潭水色部落也發現了台灣特有種水色流 它也是基金拼音結種的一個台灣特有種 所以我們在整個一個設計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結合我們去富裕這個水色流 還有利用我們甲牌森田的一個回歸水 我們希望利用這兩個在地的岩石 結合我們設計成為一個民眾可以清水的生態水道 縣長黎明珍在會看後 表示若是結合三河局營造的景觀 也能夠將此處發展為清水休閒區 相信對地方的觀光發展也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這些材料都用我們整治 我們這個河川這九頭 拿出來來布置 過整個巷山提望 清水景觀有夠水 這個地方可以我們來發展一個休閒區 我相信這個地方配合我們的福星溫宣室 還有我們的危險工業營室 結合起來這個地段非常有發展的特色 先緣吳國昌感謝立委馬文君以及第三河川局的用心 不僅改善梅溪向善提防 讓鄉親不受水患之苦 同時也能夠營造景觀 成為臨近鄉親修行的好去處 館長特別 親自前來回到我們當地的理長 地平人士 大家都來到現場來看 感覺這是需要 未來一樣 賣給中國提防 提案的設施設備 來防防 這是繼續很多庭要做的 但是也希望我們提防之內 這個清水公園 類似利媒法 來補著經費 包括提防的設施 我們的這個清水公園的設施 都可以來蒸替 可以來增加 這個梅溪沿岸 都要來創作真正美化這個工程 副議長潘一全感謝馬文君立委 以及第三河川局的用心 相信在這段結合防洪 以及美觀的合體完成之後 必定會成為鄉親休閒的興趣處 記者陳偉一 埔里採訪報導